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建完后它就被称为了世界第一大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中国第二大火车站 就是西安北站 西安北站虽然没有广州新站那么大 也没有投资那么多的资金 但是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53.6万平方米 其中它的主站房面积就占了17.1万平方米 真的小编都不敢想象 如果我站在这个火车站里 我该往哪走 下面这个排名中国第三的火车站 小编竟然去过 不过不是一个人了 大家不要笑啊 它就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占地面积 约51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 在小编的印象中 北京西站就非常大了 可想而知 我们要去过的那两个最大的火车站 大到自己都无法想象 大家知道了中国这三大火车站以后 如果是你 你敢一个人去那里坐车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